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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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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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玩意儿都往这里停 你干什么你 走 你疯了 没事 死不了 快 快点 这 这家伙都这么疯了 死不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怎么在 董事长呢 董总 董事长还没来呢 还没来 逼我心动身的呀 那可能临时有什么事吧 喂 你好 董事长不在 好的好的 我一定转告他 董总 客人九点到 还有半个小时人就到了 这电话也不接 人去哪儿了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李宗盘不吃你们这一趟 别打了 你甭挂了哥 我今天一趟好收拾收拾他 你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把我 为什么把我 你为什么老打我 打人不打人你不知道吗 别打了 你是谁 你是谁 你们俩是谁 你们是不是认识 行行行 说 多少钱 五万 我说你俩 就因为五万块钱给我绑到这儿了 值不 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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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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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六七 零一零五 六三六七 零一零五 好 好 两位老房里面请 你们先请坐 王 号上 来 这是我们的舌头 您站起来 黎董事长呢 董事长开 不好意思 我先接个电话 好 喂 你好哪位 曾文 是我 李仲 你怎么回事啊 请我说 你赶快给我准备五万块钱现金 什么 你 要是不够你管李震介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喂 喂 这电话也打了 前一会儿就有 行了 别演了 我知道你俩是谁 杨华 我知道是你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你弟弟杨冰有可能 可你 平时连一句话都不多说 怎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这可是绑架勒索 要坐牢的 把我闭嘴 我们俩的事 你管得着吗你 行了 小兵 少说两句 李老板 你是怎么认出是我俩的 这地方我住过 屋里有我李中的气息 我一闻就知道 李老板 实在是对不住了 我们是真没法子了 哥 你谁对不住谁啊 行了 小兵 李老板平时对着俩还不薄 不薄 什么叫不薄啊 李大老板 你说他这几年从咱们身上 炸出了多少的血汗钱 我炸 你给我闭嘴 李中 五万块钱 我告诉你都便宜你了 你不是能得瑟吗 你说话呀 小兵 曾总 我看既然这么没有诚意 咱们的合作就到手一指吧 阿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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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兵啊 你这放了我吧 杨华你说你也不劝劝你 你俩这可是绑架勒索 你整不好 我以为整不好你就死刑了 死刑了 你干什么 我不说了不行吗 我不说了 这宁信世上有鬼 也不相信你李忠这让破嘴 你说你啊 加工资加工资这话 说了多少遍了啊 这每次工程完事之后呢 这想着发来扣着我们的许翰钱 你再说我弄死你 小斌 至于吗 怎么不至于哥 拉工没回头见 这姐还怎么用钱呢 李戴老板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哥俩好欺负啊 你把我们当人看了吗 李老板 你要是能给我们那部分工资 也就没这事了 妖怪就还在自己 你该 你说啊 你不值钱就算了 你三番五次的羞辱物 我 李老板 你来吧李老板 我先求你这事 李老板 求我 就你干什么 求我也没打啊 反攻 李老板 这佛吧 这佛吧可能真是那个 我这心就在手持呢 反攻 我一块儿反 李老板 是 人家李老板可是那一番 我听说以前也是网络 什么意思啊 小斌 不是 你们聊 你们聊 行 什么事啊 什么事你说 李老板 我我妈病了 你妈病了 求我干啥啊 我是医生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跟几个共友商量了一下 你能不能把他们 连同我俩的公司 先支付给我们 你求求你想想办法 好不好 帮我忙吧李大老板 着急用钱 给你好好干不行吗 好好干什么好啊 这是好好干的活吗 干什么 反攻 一人扣一百 李老板 反攻就反攻吧 这钱就别扣了 我们本身就着急用钱呢 求求你了 不行 这是规矩 必须扣 那你这些欠我们的工资 我们啥也没说吧 什么意思 这够了交板的在这 李老板 我跟你说啊 今天必须干好 干不好扣二回 行 这是 干 李老板 还这么晚了 还晚了没呢 你俩怎么来了 白天那活 我俩反完工了 你脑子进水了 大晚上屁带屁带到我这儿来 就告诉我活干完了 你能不能跟工队长说一声 或者打个电话 来你看看 不是 来来来你看看 小冰 小冰 一身酒气 一身酒气 你倒是没有钱给你妈看病 倒是有钱喝点马尿是不是 不是李老板 不是李老板 你能不能说句人话你 杨冰 你三番五次给我找麻烦 我要不看到你哥杨华的面子 我早把你开了 是 你能打个腻吧 小冰 小冰 出去等我 出去 出去 看看这女儿 不是人家牛气劲跑哪儿去了李大老板 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是吧 你说话 你辛辛苦苦挣的许晗姐 你真是够飘脸的 你说你兜的哪一块钱不是从我们的血汗钱里炸出来的 你以前不是跟我们一样吗 是 你现在有钱 有好工作 不拿瓜子呢 牛了是吧 但你不要忘了以前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干什么的 大夫 大夫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妈先住院吧大夫 这是医院的规定 我也没有办法 我弟弟说 最晚明天就能把钱拿来大夫 我求求你了 患者 我已经进行了紧急处理 估计不会有事 对不起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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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已经到处理了 你不知了 也不知了 我带你回家吧 哥 姐 快接呀 姐 我小冰 妈怎么样了 咋样了 小冰 姐求了 可人家医院就是不答应 说要是不交钱的话 咱妈住不了院 也做不了手术 都是姐不好 姐没照顾好咱妈 能借的地方 姐都借了 可是五万块钱 实在是太多了 姐这回是真借不着了 小冰 你别怨姐 姐 都是我们俩不好 这些年没存几个钱 姐 我是小花 妈咋样了 妈睡着了 刚才还吵着要回家 说不治了 姐 你千万不能听妈的 钱的事我们会想办法 小花 你也别太担心了 实在不行 姐就把房子卖了 我已经跟董老三说好了 姐 房子卖了 你住哪儿啊 我回家陪妈住 你们都在外面 妈现在年纪大了 身边总得有个人照顾我 姐 妈气得糟了 妈一个人拉扯咱们三个 不容易 咱妈的病 都是累出来的 姐 你不也一样吗 这么多年为了我俩 姐 你放心 钱我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真的 真的 我后门老板说了 她人还不错 提前预支了我们 一部分的工资 加上几个工友凑的 姐 你放心吧 我明天就把钱给你汇过去 那太好了 我现在就去跟医生说一说 看看 能不能让咱爸现区院 钱 钱 钱 没有钱你干扰活命了 你放手 全都不训你 你说话 你给我让开 你说话 你说话 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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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听我说 你赶快与我准备五万块钱现金 周五十二点之前送到 什么 你 钥匙不供你管理正经 我已经跟他说好吧 喂 喂 管理正经 五万块钱还要接 还要管理正经 理正跟一个警察哪有钱呢 李老板 我平时要是把枪分成那样吧 你扣我钱 我二花没 这不心里急吗 你知道吗 那是我妈的救命钱 妈 妈 哥 你跟他说这些干啥 你也真是的你 小兵 把胶带撕了吧 别变坏了 他还咋办 这么偏的地方喊谁能听见呢 嗯嗯 你看这臭条形 我不是 你现在怎么一张嘴就骂人呢 跟谁学的 是 行你喊 你要是敢喊警察来之前 我一定拿个心 哎 嫂子 你没听错吧 我哥怎么可能跟我借钱 我也实在想不明白啊 你哥连签盒都这么大的事都不管了 还要钱 要钱 另外你哥明知道公司有钱 为什么还要让我管你借呀 还说跟你已经说好了 不可能呢 我和我哥已经十多天没通过电话了 不对 这个事肯定有技巧呢 会不会真出什么事了 嫂子你先别急 我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急事 没有来得及跟你解释 不会的 你哥每次管我要钱 都要说清楚拿钱去干什么 这次他什么都没说 他就告诉我把五万块钱准备好 那你能不能听出 他在电话里有什么异常 比如说语气声音 是不是比平时要快 或者比平时更紧张 没有啊 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啊 那他为什么要说 跟我借钱 咱们家只有你是警察 对呀 我是警察呀 他让我管你借钱 就是提醒我赶紧报警 完了 他一定是出事了 嫂子 你赶快打一份我哥的通话记录 看看有没有卧视人的号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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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昨天哪 说我太冲动了 我要知道是这种情况 我也许会同意的 说那些马后泡的是怕 有啥用的 对不起啊 对了 李老板 小兵不懂事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哪能哪 谁都有父母 我能理解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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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怎么样了 你妈的病你要有心理准备 啥 你说我妈不行了 也不能这么说 如果三天之内能做手术 治愈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三天 最多三天 姐 小兵 妈走了 三天 妈怎么样了 姐 妈是不是 小华 大夫说 只要三天内做手术就行 姐 你放心吧 总会有办法的 我争取下午就把钱给你挥过去 我争取下午就把钱给你挥过去 那是吧 我争取下午就把钱给你挥过去 冯冰 要不我再打电话催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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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嫂子 你放心吧 他们一定会来电话的 只要他们一来电话 我们就能测出他们的具体方位 那我怎么跟他们说 尽量拖延时间 时间越长 我们测量的方位就越精确 那他万一要是不来电话呢 不能 我哥只是他们要钱的一个筹码 只要钱没到 我哥他一定是安全的 队长 李忠达手机就会一次发出信号 是在我们的城台郊区 能测出他的具体位置吗 只能测量大概位置 好 万一有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 小张 您跟我来 好 先出来 干啥呀 我给你商量点事 反正怎么干 这事啊反正已经做了 咱们就多要点呗 多要点 为啥 要多要少 他性质一样 性质一样 你想过没有 这事要是让妈和姐知道 他们还活不活 那你这事让妈知道 妈就能活啊 咱们做人不能太贪了 人心不足舍顿象啊 可我屠葬你啥意思啊 哥 你说就算这次咱们把妈的手术费给凑齐了 等妈出院之后呢 妈还要打针吧 还得吃药吧 后续的钱往哪来啊 我没有 你也没有吧 所以说哥 一不做二不休 你多要点啊 这事已经够丢脸的了 有手有脚年纪轻轻 自己不能挣吗 你能挣啊 你说你在社会上干这么多年 你挣多少钱 你能挣 谁说我不能挣 你急什么呀 就算你能挣 咱妈的病 能不能等得起 你说话 我看你就是挣这种 没良心的钱吧 你有隐匿 你们也还把人家绑了 给我喝水喝 等我们拿到钱 就把你放了 放了 放了 那 那你俩就不怕我报警 报警 你把我挖心里的 除非咱俩就不会顿了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啊 我做鬼都不可以放在你 往你的钱 我们就已经想到 最坏的后果了 大不了后半辈子吃牢饭呗 但为了我骂 我可豁出去了 就臭你们俩这份孝心 我绝对不会报警的 你俩就放心吧 钱一定会给你俩的 爱说了 我李忠可能为了这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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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万块钱 把自己的脑袋悬在库口袋上吗 是不是 李大老板 你以前不是也是个瓦工吗 对对对 这兜里有几个臭钱 就觉得了不起啊 没有 你这叫妄本 妄本遭报应知道吗 对对对对 说得太对了 你看我 现在这不就是报应吗 那个 以前有啥对不住哥俩的 原谅我一次 去边 去给李老板买点吃的吧 哥 你看景点啊 你边儿跟着软 杨彪 杨彪 你再 再多买点 算我的 以后还你 你可拉托 以后啊 有以后吗 那咋没有以后呢 一定有 一定有 你别给我耍花一样过来啊 快去吧 快去吧 老夏 来 叫我呢 你好 你好 你住这附近吗 是啊 有啥事啊 麻烦问一下 你最近看不看上 有一些可疑的车辆 或者可疑的人出现吗 没 没看见哪 我昨晚喝多了 出来买点吃的 那打扰了 没事 好 队长 没有任何线索 这个手机谁的 路边捡的 我觉得这种手机 不应该无缘无故丢在这里 我拿回去恢复一下数据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你留下 看这四周有没有可疑的情况 是 李洋皇 你兄弟俩性格完全不一样 小兵以前不这样 后来他就是觉得社会对他不公平 不公平 那是不是以前受过什么打击 他 我们县 高考第一名 高考第一名 那为什么现在这样 他就是新县高 清华北大 除了这两所 别的都不上 没考上 受刺激 求 上不起大学 对不对 我妈身体不好 我和我姐还没能力 也就把她给耽误了 就怕生病 她把录取通知书都给撕了 撕了 她这是把自己的梦想不断了 你们可以求助当地政府啊 还有很多 她说了 考大学并不是为了上大学 而是为了让别人看得起自己 我知道 她只是嘴上这么说说 其实她心呢 一直都没死 杨华 你放了我 我保证借钱给你 不不不 我 我保证给你妈看病 我还要资助杨冰 上大学 李老板 谢谢你能这么说 我能体会 你们兄弟俩 这种绝境的感受 当年 洗完我回来了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啊 比上个月又多 挣了五百块钱 拿着 老公 你累不累啊 多累啊 我会不会有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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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有事啊 李老板 你怎么了 杨华 你还记得当年在这 你帮我搬家的情形吗 当然记得 来 进来来 以后你就住这儿吧 我跟你说这地方可好 都有了 下车 李哥 谢谢你啊 以后我就跟你混了 都是兄弟 多少钱 啥人多少钱 房租啊 那你以后有钱再说 那不行 我必须得给你 真没想到 再回到这儿的时候 却是被你俩绑回来的 五年了 您一份钱房租没收我的 今天我还这么得 张浩 你放我 我现在就回家给你取钱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怕是人的 我从来 你还没想到 你还不想要 那些东西 你还不想要 你这个东西 那些东西 你还不想要 二十七啊 这儿 兄弟 钱包不错呀 包不错啥用呢 里边没钱 修华这都没客气 哎呀你个拉倒 这可是世界名牌 世界名牌 那你 这是你的吗 不是你这话说 都不爱听呢 不是我是你的 就是问问 你给我看看呗 兄弟呀 你这可是真货呀 是吗 那 真货就卖你了 真的假的呀 真的 多少钱 这个包啊 我以前过世上的同学 送给我一个 多少钱呢 我也不知道开个价 二百 可拉倒吧 你刚说世界名牌 现在两百块钱了 通通过花点三百块钱 要不要拉倒 三百呀 要是不要吧 行行行 三百就三百 这能咋的 这是你包你的钱 三百块钱不是吗 不是啊 这送我瓶酒呗 兄弟呀 不是我说你 你可是真会过 送你一瓶 真长得了 真才几个钱 拔着喝着 行 麻烦 过来啊 哎呀 麻烦 要花了 你就把我放了 还是等杨冰回来再说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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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 打电话的时候 是不是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环节 什么环节 好像少说了一句话 你是忘了告诉他们 你自己在哪儿 对吧 我跟你说真紧的呢 你看 你不告诉他在哪儿 就算我媳妇把钱准备好了 他送到哪儿给谁呀 哎 要不 我再给他打电话 给你小兵说得没错啊 既然把我保了 就多有点呢 你说什么 你看啊 五万十万都是用 是不是 再说 我李中还差那点钱吗 你没事吧 你要不信 我现在就跟他说 我不信 我原本也没想多用 跟你讲这个话说 你俩说你 这儿就能做到 你俩测试 我还要做得更有 才能做不到 没有啊 不会的 你哥的圈子很小 那绑匪怎么知道我哥的行踪呢 难道是熟人做案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 本集的法律问题 杨冰杨华两兄弟 因为母亲重病急需用钱 铤而走险绑在了李中 他们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 一 以勒索财务为目的 绑架他人的 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情节较轻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 反钱款罪 伤害被绑架人的 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 致人重伤死亡的 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三 以勒索财务为目的 偷盗婴幼儿的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杨华和杨冰都应该受到 法律的惩罚 杨华杨冰被签了公司 他们其实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去仲裁或起诉去要回薪水 但是他们却缺乏法律意识 他们选择了去绑架老板李中 企图通过勒索出境的方式 来要回他们的工资 尽管说他们是要工资 不到一分钱 但是这个行为本身 就是一个犯罪行为 一旦实施了 他们就从一个受害人 变成了一个加害人了 而我们看到杨冰很暴躁 一直以来对李中 都是充满了怨恨 那他是否会就此去伤害李中 导致绑架的犯罪升级呢 而李中被绑架以后才发现 他们的背后都是有隐情的 毕竟这个李中也不是坏人 心里面对杨华和杨冰 又有一些理解和同情 也会想到自己 当年的打拼得不容易 所以他就做出承诺 说只要把我放了 我可以把钱给你们 帮你们渡过难关 另外他也希望 通过这个周旋 把信息给传递出去 让家人通知警方 来解救自己 而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这恐怕是熟人作案 那么警方 能不能沿着这个线索 找到杨华和杨冰 并且去解救李中 他的命运到底会何去何从呢 请别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看普法故事 评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 好啊 你爬一个声 我总觉得把钱 汇德信用事的态度往下 警察一查账号我就知道了 你帮我看一下 我这卡里的钱到没到 总之 你好 曾文 我没事 你放心吧 我就是有点通语 去人民医院 卢大夫没配点药 小板屋 小兵 你要干什么 他小子说的是暗语 你赶快走啊 哥